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失眠可以比喻成手机只放电不充电 人白天好比手机放电,晚上睡眠好比手机充电 失眠等于手机只放电不充电,这样会没精神,脑得快 还容易引起幻觉、焦虑、抑郁症等 表姐长时间失眠,入睡难,睡眠时间短 睡觉不踏实,40多岁的她看上去比同龄人至少老了10岁 这些问题也足足困扰了她15年 为了可以睡一个安稳的觉,她尝试了多种办法 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偶尔有一次回老家隔壁的老中医 了解情况之后,给她开了一个食疗房 跟着喝了一段时间 睡眠好了,记忆力也好了 精神状态也提上去了 今天就把这个安神汤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10颗莲子 莲子可以补皮益肾养心安神 这些作用对于心慌失眠效果都是非常不错 心火特别旺的失眠 特别是精神压力大,工作强度高,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朋友 出现了神经衰落,慢性胃炎,还有高血压等疾病都可以用莲子来治疗其失眠的症状 莲子清洗干净,加入开水,浸泡15分钟 接下来再准备10颗百合,百合露心肌,可以清新除烦 养心安神,常用来治疗神师,恍佛失眠多梦,心情抑郁等症状 另外,常吃百合也有一定的美容作用 先把百合清洗干净 百合和莲子堪称是一对黄金搭档 用百合和莲子做成粥 最好的功效就是治疗失眠,养心安神 可以治疗失眠多梦,心情抑郁,神情恍惚,心慌气短等症状 百合清洗干净,控水捞出 放入莲子里面和莲子一起浸泡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铁棍山药,山药不仅食用价值高,药用价值也非常高 山药可以清新安神,补充益气 山药中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类等物质 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是一味贫补脾胃的药食两用之品 无论是脾阳虚或者是胃阴虚都可以食用 平常上常用于治疗脾胃虚弱、死少体弱等症状 山药含有多种营养素,有强健机体、滋胜易击的作用 但凡肾灰移精、妇女白带多、小便瓶素多等症状都可以服用 另外,山药含有皂肝粘液质,有内滑滋润的作用 可固抑肺器、养肺因、治疗肺虚咳嗽等症状 山药含有的粘液蛋白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可用于治疗糖尿病,是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 另外,山药当中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 能有效地阻止血脂在血管病上的沉淀,预防心血管疾病 山药去掉皮清洗干净切成片,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作为热肠的滋补佳品 价格低廉,但是营养价值却不容小须 吃红枣不仅可以帮助睡眠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功效 常吃红枣还可以补气养血 红枣作为滋补佳品 食疗药膳中加入红枣 补养身体滋润气血 红枣也有非常好的养血安神的效果 女性肇育症,呼气不安,心神不宁 胆都可以尝食用红枣 可以达到养血安神,疏肝解育的作用 常吃红枣还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红枣内含有糖类物质 主要为葡萄糖,也含有果糖、蔗糖 以及由葡萄糖和果糖组成的低矩糖 并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黄素、硫氨酸、胡萝卜素、尼克酸等多种物质 具有较强的补养作用 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 洗干净的红枣用剪刀把枣盒剪掉 剪好的红枣片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苹果 清洗苹果的时候 我们用食用盐把苹果表层戳洗一下 苹果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种水果 苹果性未温和 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是所有果蔬中营养价值最接近完美的一个 科学家已经证实 苹果为全方面的健康水果 有人也称苹果为全科医生 苹果中的胶质和微量元素 能够保持血糖的稳定 还能够有效地降低胆固醇 苹果富含纤维素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协助人体顺利排除废物 减少有害物质对皮肤的伤害 苹果含有大量的新元素 人们早就发现 多吃苹果可以增进记忆 提高智力 新元素是促进生长发育的关键元素 苹果的香气是治疗抑郁和压抑感的良药 专家们经过多次试验 发现在诸多气味当中 苹果的香气对人的心理影响是最大 苹果具有消除心理压抑感的作用 临床实验也证明 让精神压抑患者 嗅苹果香气之后 可以心情大有好转 精神轻松愉快 压抑感消失 睡眠也会变得更好 苹果浓郁的芳香 对人的神迹有很强的症迹作用 能吹人入睡 所以苹果有非常好的镇静安神作用 清洗干净的苹果 把它切成小块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把准备好所有的食材 全部倒入锅里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然后盖上盖子 煮上30分钟 30分钟之后 这一道苹果安神汤就做好了 因为加入了红枣 还有一股甜味 非常香甜口渴 滋补养生 我们把它盛入碗里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苹果和山药都是非常养生 滋补的食材 再搭配百合莲子红枣 有非常好的补血 安神 养心助眠的功效 食材煮的都非常软烂 特别的好吃 女性朋友可以经常给自己 做这一道滋补汤 可以帮助我们滋养肌肤 延缓衰老 平时心烦意乱 神经衰落 入睡困难 夜间经常醒的朋友 也可以多喝这一道汤 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踏实 提高睡眠质量 喜欢的朋友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